一切赞颂全规真主 他以端正的经典 降噬他的仆人 而未在其中制造任何偏袭 以便他警告世人 真主要降下眼泪的惩罚 并预告行善的信士们 他们得受优美的报酬 而永居其中 却警告妄言真主收养儿女的人 他们和他们的祖先 对于这句话毫无知识 他们信口开河地说这句 荒谬绝伦的话 如果他们不信这训词 在他们背离之后 你或许为悲伤而自杀 我却已使大地上的一切事物 成为大地的装饰品 以便我考验世人 看谁的工作 是最优美的 我必毁灭大地上的一切事物 而使大地变为荒凉的 难道你以为严栋和悲伤的主人 是我的迹象中的一件骑士吗 当时有几个青年 闭居山洞中 他们说 我们的主啊 求你把你那里的恩惠赏赐我们 求你使我们的事业完全端正 我就是他们在山洞里 几年不能听闻 后来 我使他们苏醒 以便我知道两派中的 哪一派更能计算 他们所停留的时间 我把他们的故事 诚实地告诉你 他们是几个青年 他们信仰他们的主 而我给他们增加正道 我是他们的心坚韧 当时 他们站起来说 我们的主是天地的主 我们绝不舍他而祈祷任何神明 否则我们必定说出不尽情理的话 他们的这些同族 舍他而崇拜别的许多神明 他们怎么不用一个明证来证实 那些神明是因受崇拜的呢 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的人 有谁比他们还不义呢 当你们舍弃他们和他们舍真主而崇拜的神明 而可必居生动 你们的主将对你们广是恩惠 为你们的事业 为有利的 你看太阳出来的时候 从他们的山洞的右边斜舍过去 太阳落山的时候 从他的左边斜舍过去 而他们就在洞的空处 这是真主的一种迹象 真主引导谁 谁遵循正道 真主使谁迷雾 你绝不能为谁发现任何朋友作为引导者 你以为他们是觉醒的 其实他们是酣睡的 我是他们左右翻转 他们的狗顺着两只腿 握在洞口 如果你看见他们 你必吓得短脸而逃 满怀恐怖 我如此使他们觉醒 以便他们互相询问 其中 有一个人说 你们逗留了多久 他们说 我们逗留了一天或不到一天 他们说 你们的主最清楚你们逗留的时间的 你们自己派一个人 带着你们的那些银币到城里去 看看谁家的食品最清洁 叫他买顶食品来给你们 要叫他很谨慎 不要使任何人知道你们 城里的人 如果拿着你们 将用石头打死你们 或者强迫你们 兴奋他们的宗教 那么你们就永不会成功了 我这样使别人 愧见他们 以便他们知道真主的诺言是真实的 复活的时刻是毫无可疑的 当时 他们为此续而争论 他们说 你们在他们的四周修一堵围墙 他们的主是最了解他们的 主持失误的人说 我们必定在他们的四周建筑一所礼拜四 有人将说 他们是三个 第四个是他们的狗 有人将说 他们是五个 第六个是他们的狗 这是由于猜测 优选 还有人将说 他们是七个 第八个是他们的狗 你说 我的主是最知道他们的树木的 此外只有少数人知道 关于他们的事情 只可做表面的判论 关于他们的事情 不要请教任何人 你不要为母事而说 明天我一定做那样的事 除非同时说 如果真主抑郁 你如果忘了 就应当记忆你的主 并且说 我的主或许只是我 比这更切近的正道 他们在山洞里逗留了三百年 按伊利算 他们又加九年 真主是最了解 他们逗留的时间的 唯有他知道天地的优选 他的视觉真名 他的听觉真聪 除真主外 他们绝无援助者 真主不让任何人参加他的判断 你应当宣读你的主 所启示的经典 他的言辞 绝不是任何人 所能变更的 你绝不能发现一个 隐蔽所 在早晨和晚夕 祈祷自己的主 而求其好意者 你们应当耐心地和他们在一起 不要蔑视他们 而求今世生活的浮华 我是某些人的心 忽视我的教训 而顺从自己的欲望 他们的行为是过分的 这种人 你们不要顺从他们 你说真理是从你的主将似的 谁愿信道就让他信吧 谁不愿信道就让他不信吧 我以为不义的人预备了烈火 那烈火的烟幕将笼罩他们 如果他们为干渴而求救 就有一种水逛他们解渴 那种水像利青那样 那勺勺人面 那饮料真糟糕 那归宿真恶劣 信道而行善者 我 不使他们的善行徒劳无仇 这种人 得享受 常住的乐园 他们下龄祝贺 他们在乐园里 佩戴精致的手镯 穿绫罗棉段的绿袍 靠在床上 那报酬真优美 那归宿真美好 你两个人的情况 为他们打一个比喻 我为其中的一个人 创造了两个葡萄园 而为以椰枣林 并且以两园之间的地方为耕地 两园都出产果实 毫不欠缺 在两园之间开凿一条河 他富有财产 故意赢垮的态度 对他的朋友说 我财产比你多 人比你强 他自负地走进自己的园铺说 我想这个园铺永不会荒芜 我想复活时刻 不会来临 既是我被招归主 我也能发现 比这园铺更好的归宿 他的朋友 以辩齿的态度对他说 你不信造物主吗 他创造你 先用泥土 聚用金叶 然后使你变成一个完整的男子 我说 真主是我的主 我不以任何物配我的主 你走进你的园铺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这件事是真主抑郁的 除真主外 我绝无能力 如果你认为 我的财产和后裔都不如你 那么 我的主或许会赏赐 比你这园铺更好的东西 而将霹雳于你的园铺 以致它化成光秃秃的土地 或园铺的水一旦干涸 你就不能寻求 他的财产全遭毁灭 园铺的葡萄架塌倒在地上 他为痛惜建设园铺的费用 而反复翻转他的双掌 他说 但愿我没有把任何物配我的主 除真主外 没有群众 冤住他 他也不能自住 在这里 冤住 权归真实的真主 他是赏罚严明的 你为他们打了一个比方 今世的生活 由于我从游中降下雨水 只舞得雨 就蓬勃生长 既而领练 既而领练 随一分挑战 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 财产 财产和后裔是真实生活的装饰 常从的善工 在你的主看来 是报酬更好的 是希望更大的 在那日 在那日我将使山月消失 你看大地变成光图图的 我将集合他们 而不遗漏任何人 他们将分行 成列地 接受你的主的建月 你们却以来建我 犹如我初次 创造你们的时候那样 不然 你们曾说 我绝不为你们 约定一个期限 功过伯将展现出来 所以你会看到 罪人们畏惧其中的记录 他们说 哎呀 这个功过伯怎么啦 无论大罪小罪 都毫不遗漏 一切都加以记录 他们将发现 自己所做的事 一一一记录在本子上 你的主不亏望任何人 当时我对纵天神说 你们向阿丹扣头 他们就扣了头 但伊布利斯除外 他本是精灵 所以违背他的主的命令 他和他的子孙 是你们的仇敌 你们却舍我而以他为保护着吗 不义者的倒行逆事真恶劣 我没有使他们眼见天地的创造 也没有使他们眼见其自身的创造 我没有把使人迷雾者当作助手 在那日真主将说 你们所成为我的伙伴的 你们都把他召唤来吧 他们就去召唤那些同事 但他们不答应 我将使他们同归于尽 犯罪者们将看见火域并坠其中 无处躲藏 在这部古兰经里 我却为众人传述了各种比喻 人是争辩最多的 当正道来临的时候 他们不信道 也不向他们的主求饶 那只是因为 他们要等待真主 将古人的传道显现于他们 或眼见刑法来临他们 我只派遣使者们 做报喜者和传警告者 而不信道的人们却 加以妄言相争辩 欲借此反驳真理 他们把我的迹象 和对他们的警告当作笑柄 有人以真主的迹象教诲他们 但他们鄙视他 并且忘记他们之前所犯的罪恶 有谁比他们还不应呢 我却将薄膜 夹在他们的心上 以免他了解今晚 并且在他们的儿里造众天 如果你招人与正道 那么他们将永不踪寻正道 你的主却是制舍的 却是致辞的 假如他为你们所犯的罪恶 而惩治你们 那么他必为他们而促进 刑法的来临 但他们有一个定期 他们对那个定期 不能获得一个避难所 那些市政的居民 多行不义的时候 我毁灭他们 我为他们的毁灭 而预定一个期限 当时 摩萨对他的同谱说 我将不留步 直到我 到达两海相交处 会继续旅行若干年 当他俩到达两海相交处的时候 忘记了他俩的鱼 那位鱼便入海悠然而去 他说 这正是我们所寻求的 他俩就依来的足迹转身回去 他俩发现我的一个仆人 我已把从我这里发出的恩惠赏赐他 我已把从我这里发出的真实传授他 摩萨对他说 我要追随你 希望你把你所得的正道传授我 好吗 他说 你不能耐心的和我在一起 你没有彻底认识的事情 你怎么能忍受呢 摩萨说 如果真主抑郁 你将发现我是坚忍的 不会违抗你的任何命令 他说 如果你追随我 那么遇事不要问我什么道理 等我自己讲给你听 他俩就同行 到了乘船的时候 他把船找了一个洞 摩萨说 你把船找了一个洞 要是船里的人淹死吗 你的确做了一件荒谬的事 他说 我没有对你说过吗 你不能耐心的和我在一起 摩萨说 刚才我忘了你的嘱咐 请你不要责备我 不要以我所大难的事责备我 他俩又同行 后来遇见了一个儿童 他就把那个儿童杀了 摩萨说 你怎么妄下无辜的人呢 你却做了一件凶恶的事了 他说 难道我没有对你说过吗 你不能耐心的和我在一起 摩萨说 此后 如果我再问你什么道理 你可以不允许我再追随你 你对于我 总算 人之意境了 他俩又同行 到了一个城市 就像城里居民求食 他们不肯款待 后来 他俩在城里发现一堵墙快要倒塌了 他就把那堵墙修理好了 摩萨说 如果你抑郁 你必为这件工作而索取工钱 他说 我和你从此作别了 你所不能忍受的那些事 我将告诉你其中的道理 至于那只船 则是在海里工作的几个穷人的 我要是船有缺陷 是因为他们的前面有一个国王 要强征一切船只 至于那个儿童 则他的父母都是信道者 我们怕他以悖逆和不信 强加于他的父母 所以我们要他俩的主 另赏赐他俩一个更纯洁 更孝顺的儿子 至于那堵墙 则是城中两个孤儿的 墙下有他俩的财宝 他俩的父亲原是善良的 他的主要他俩成年后 取出他俩的财宝 这是属于你的主的恩惠 我没有随着我的私意做这件事 这是你所不能忍受的事情的道理 他们询问Zorgaenei的故事 你说 我将对你们讲述 有关他的一个报告 我却使他在大地上得适 我赏赐他处理万事的途径 他就终寻一条途径 直到他到达了日落之处 他觉得太阳是落在黑泥潭中的 他在黑泥潭旁发现一种人 我说Zorgaenei 你或诚挚他们或善待他们 他说 至于不义者 我将惩罚他 然后他的主宰将他招去 加以严厉的逞除 至于信道而且行善者 将享受最优厚的报酬 我将命令他做简易的事情 随后他又终寻一条路 一直走到日出之处 他发现太阳正晒着一种人 我没有给他们防日晒的工具 事实 就像说的那样 我已撤知他拥有的一切 随后他又终寻一条路 一直到达了两山之间的时候 他发现前面有一种人 几乎不懂他的话 他们说 Zorgaenei 亚住者和马住者的确在地方捣乱 我们向你进贡 悟请你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建筑一座壁垒 好吗 他说 我的主 使我能够享受的优维优美 你们以人力扶住我 我就在你们和他们之间建筑一座壁垒 你们拿铁块来敌我吧 到了他堆满两山之间的时候 他说 你们拉分箱吧 到了他是铁块 黄如火焰的时候 你说 你们拿绒筒来给我吧 我就把他听住在壁垒上 他们就不能攀登 也不能早恐 他说 这是从我的主降下的恩惠 当我的主的应许降临的时候 他将使这壁垒化为平地 我的主的应许是真实的 那日 我将使他们秩序紊乱 号角一响 我就把他们完全集合起来 在那日 我要把火域 陈列在不信道者的面前 他们的眼在椅子里 不能看到我的教诲 他们不能听从 难道不信道者认为 可以舍我 而以我的众仆 为保护者吗 我却以预备火域 为不信道者的招待所 你说 我告诉你们在这 行为方面最吃亏的人 好吗 他们就是在 今世生活中 徒劳无功 而认为自己是 手法巧妙的人 这等人不信他们的主的迹象 也不信将与他相会 所以他们在今世生活中的善功 变成无效的 复活日 我不为他们树立权衡 他们的报酬是火域 因为他们不信道 而且把我的迹象和实者当作笑笔 信道而且行善者得以乐园为招待所 并永居其中 不愿迁出 你说 假若以海水窝墨汁 用来记载 我的主的言词 那么海水必定用尽 而我的主的言词尚未穷尽 即使我们用同量的海水 不足之 你说 我只是一个同你们一样的凡人 我奋的启示是 你们所应当崇拜的 只是一个主子 故谁希望与他的主相会 就叫谁另行善功 叫谁不要以任何物 与他的主受同样的崇拜 嗯 不愿运